在溝通治癒 還是要找出一條路可以走 指揮官陳時中口中 這一條另循的出路 就是開放77萬名高端疫苗接種者 混打其他三款疫苗 高端族好傻眼 難道之前挺國產的疫苗 全都白打了嗎 還是因為高端的國際認證 實在是慢了一點 推到國際認證上 當然是還需要一些努力 尤其是在高端的部分 他們目前正在其他的國家 正在進行三期的臨床試驗 那這當然需要時間 強調高端是重組蛋白的次單位疫苗 安全性相對比較高 比起來更讓指揮中心擔心的 恐怕還是最新的7加7檢疫措施 12月14號就要上路 再次強調 只要違規就會加重裁除了超高罰款 也會調整民政系統 針對居家檢疫加強稽查 務必不讓春節變成下一個疫情破口 八大新聞 賀平李松原 裁縫了